立秋对我们而言,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,人体内的阳气,要预备着未来年春夏的生长续机能量了,秋天的天气都偏向于干燥,所以秋天阳肺,其实是为了防止秋造伤肺。 今日立秋后,虽说名义上到了秋天,但还有秋老虎,离鼠热渐散,凉风将至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,处于这种夏秋交接的日子里,养生貌似显得尤为重要。 我们要及时做好饮食调理,多喝鲜沦肺防灶,调疲惫的养生糖。 下面计划养生糖做法分享给你您,去暑期抗秋造,清新安全,尽味补皮,快来给家人补补吧。 基于豆腐汤,食材,起于两条,豆腐一块,姜一块,葱层一根,绿条一根,盐适量,胡椒粉少量,料酒少量。 一,基于去灵,去内脏,去三,洗净内部黑膜。 二,准备食材豆腐切片,葱切段,香菜,姜切片,辣椒环状备用。 三,抹上黄酒,用盐腌制十分钟。 四,锅烧热,放入少量油,将鲸鱼放入,盐制两面成金黄色。 五,加入葱姜,放入足够开水四碗左右。 六,倒火烧十来分钟后,糖汁就可盛入白色,加入豆腐继续炖十分钟就可以了。 七,出锅前五分钟掉入盐,也可以掉入胡椒粉,喜欢的话可以加些胡椒粉。 撒上香菜辣椒即可起锅。 小贴士,一,加水问题,炖肉炖汤基本都是直接加热水。 这样不但汤白,味道也更好,也有人习惯加凉水,汤也一样可以添白。 二,加入开水后,一定要大火煮十分钟以上,然后可以转中火继续,不宜用太小的火。 所谓小火出清汤大火出白汤就是这个道理。 三,饮药最后放,这样不破坏食物的营养和口感。 羊排汤,食材,羊排两大块,本丝一小把,香菜几根,葱几段,八角几颗,香叶几片,姜几片,花椒一小撮,小茴香一小撮,减少许。 做法,一,这是朋友送的羊排,自然解冻。 凉排汤,凉水下锅,去除血水。 三,用温热的水把捉过的羊排再次写净。 四,本丝温水泡好,香菜切成段。 五,把捉好的羊排和配料一起放入锅中,水可以加得多点,开大火等水开,后转小火慢断三小时左右,起锅前十五分钟放入适量的盐调为即可。 六,本丝装入盆底,倒入羊排和汤,撒上香菜,就可尽情享用了。 白菜豆腐汤,食材,白菜一小颗,豆腐一块,肉末少量,蒜三粒,姜一块,葱一段,生抽,盐适量。 做法,一,食材备好,二,白菜洗净切大片,豆腐切换,三,葱,姜,蒜切碎备用。 四,锅中倒入少许油,油热后加入肉末炒变色出油,再加入葱,姜,蒜末炒香。 五,加适量生抽,六,倒入白菜搬炒,制白菜叶变软,七,加适量白开水炖煮一会,八,加入豆腐块,加适量盐调味,九,加适量盐调味,炖煮几分钟即可。 山药排骨汤,食材,小排900克,铁棍山药几根,盐一勺,料酒一勺,姜一片。 做法,一,食材备好,二,汤骨放入温水中捉水,煮三分钟后捞出,用清水洗干净。 三,戴上手套削去山药皮,如果直接用手拿着山药,山药的粘质沾到皮肤上引起红绒发痒,然后切换。 四,把排骨山药加片浆分入高压锅内,倒入凉水,水位标准已没过所有食材,倒少许料酒,加盐,烧气要二十分钟即可出锅。 银耳雪梨汤,食材,银耳一小多,离一个,清水,冰炮,枸杞适量。 做法,一,银耳洗净,用清水泡发,二,一,冰糖,枸杞备好,将梨汁皮去和,切小块,三,砂锅伤水,水开后放入银耳,大火用砂锅炖开,五,然后盖上盖子转中小火炖一个小时,六,带锅内有银耳的粘稠度后放入冰糖,下入洗净的枸杞,七,再下入梨,继续小火慢炖,八, 后中火炖半小时,即可食用,冬瓜肉碗汤,食材,冬瓜二百克,猪肉馅三百克,葱一根,香菜一根,姜一小块,生抽二勺,盐一勺,淀粉两勺,料酒一勺,做法,一,备好食材,二,冬瓜去皮切成块,三,葱,姜切末,四,香菜洗净切断,五,姜肉末,盐,葱姜末, 淀粉,生抽,料酒,搅拌,六,一个方向搅拌,直到上进,七,取锅生水,水开后转为火,用一把小饭勺把肉件而团成圆形,下到锅里,当然用手的虎口挤丸子也可以,把所有的肉馅儿,全部做成小丸子下到锅里后,再把火调打,煮开, 水开后会有浮沫,这时候就得用勺子把它给全部撇掉,然后再煮上五六分钟,八,把切好的冬瓜片放进去继续煮,九,煮至冬瓜颜色变透明后,掉入少许盐起锅,生,撒上香菜断即可,口感滑嫩,汤汁鲜美,老少爹鱼, 莫愁楚路无知己,谁人不识小面移,大家好,我是小面移,不知不觉出一鹏任路上陪伴大家两年时间了,相处了日子里,一起分享美食生活知识,一起体验美食生活快乐,在此,道一声谢谢,好了,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您对本文有任何不同的看法, 欢迎在文章底部评论,出发表您的观点,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,《面食大优美食生活指南》,老百姓最喜欢的美食媒体平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